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实际上这部分的分裂的变动也就前年载改的 所以它到20年它也就没有动 这个结果你给它记住 因为我们的老教材就叫公民建 只有民用建筑和工业建筑的分类结果 现在它加了个农业建筑 那么这部分呢 我们后面能够看到图有个感性的认识就行了 民用这一部分呢 它还能再放下分能考选择题 一个是让你住的是吧 居住的建筑 还有一个呢 除了居住建筑以外的民用建筑呢 我们把它叫个公共建筑 所以民建右方丸分为两类可以考选择题 注意它的结果叫个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 我底下举个例子啊 同学们印象就深了 你的这个住宅啊 宿舍啊 让人去住的 生活起居的 那不就是居住建筑吗 是吧 而公共建筑呢 就是图书馆 车站 办公楼电影院 宾馆 还有这个医院等等 什么博物馆都属于公共建筑 所以同学们你这部分会归类 考个选择题就可以了 这部分的质点很浅显 你看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图片 那商业楼了 这部分的什么体育馆呢 属于公共建筑 当然它属于民用建筑 当然这部分呢 住宅了 住宅楼啊 这就属于什么呢 这就属于居住建筑 都属于民建 那么还有大型的公共建筑呢 你看比如说啊 很多城市的这种地标啊 对吧 这个田厅的大月城啊 还有大连的这种横龙广场啊 那么都属于公共建筑 下面工业建筑就不用说了 这些厂房啦 车间啦 生产用的 这种生产型的建设工程项目 形成的工业建筑啊 下面农业建筑 那么就是农业用途吧 你比如说羊马场 对吧 牲畜相关 然后呢 就是牲畜 养殖场嘛 包括呢 温氏大棚 扣的是蔬菜水果吧 这部分呢 还有农机站 这些农业用的生产设备嘛 这一些建筑呢 都属于农业建筑啊 都属于农业建筑 下面这一段呢 2020版的教材就变了 民用建筑按地上高度和层数分类如下 整个这部分呢 改写 因为我们19版的老教材啊 把它分为369等 实际上它也是根据规范来的啊 只不过它现在又新调整了一版 也就是说 我们以前的369等呢 123低层 456呢 多层 789呢 中高层 1710以上呢 高层 现在它不按这个规范来搞了 它不按这一版的规范来做了 现在它根据民用建筑按地上的高度和层数的分类 现在它沿用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是 你看清楚 双括一 单层或多层民用建筑 这部分是建筑高度不大于27米的住宅的建筑 还有建筑高度呢 不大于24米的公共建筑 以及建筑高度大于24米的 单层公共建筑 它把它归为单层或多层民用建筑 这部分的归类啊 包括是18年修订版的民用建筑防火世界当中 这部分相应的规范 都有这部分相应的数据划分的标准 所以它根据我们相应的这部分年代更近的规范 它来调整了我们的分类 但是实际上按陈述分类现在还有用呢 只不过被我们的教材摒弃了考试就不会考 那么它考察的就是我们这部分按高度分类 那么这部分按高度分类呢 同学们你要理解的是 有同学看第一段就会有问题 单层或多层民用建筑 建筑高度不大于27米 建筑高度不大于24米 怎么后面又来了一个高度大于24米 有好多同学就看糊涂了 要求同学们你理解 我把这个部分还从这里断去断开来了 也就是说 这部分高度大于24米的话 它实际上还是单层 你这部分你能看到它是单层或多层吗 你只要这部分公共建筑只有一层 到什么时候都不会是多层的 哪怕它大于24米 对吧 这部分它还是一个单层建筑 因为它就一层怎么可能叫多层呢 我们有的啊 你比如说世博会 它有很多博物馆展览馆 它一定要做得很高 就一层 为什么呢 它的展览物高 有很多大型机械设备 比如德国的金牛座 它就很高 那么很高的时候 它就要用一层建筑来容纳 所以它也是个单层建筑 那么除此以外 不止一层的话 两层级以上 它的高度要在27米以下 才能叫多层住宅 但是除了住宅以外的 其他的公共建筑 它是在24米以下 叫多层工建 一定要明白啊 它把住宅是单独拉出来了 住宅的分水岭是27米 我们好多考消防的学员应该很熟悉 住宅这部分的消防规则 我们不是说吗 整个建筑的防火设计当中规范 对吧 整个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当中 就是我们有一个27米的分水岭 27米其以下的住宅 那么一般来说那就不止一层了 不止一层的话 那么就是多层住宅 那么一层的话就永远是单层建筑 那么除了住宅以外的公共建 你比如说电院 它就要以24米为分水岭 注意24和27它不一样 24米其以下的公共建筑 那么它就叫一个多层 那么如果就一层的话 它永远叫单层 如果是不止一层的话 它在24米以下 那就叫多层工建 而我们的住宅呢 如果不止一层的话 它必须是27米其以下 才叫多层住宅 这两部分的分水岭不一样 尤其我在这里多花一些时间 要求同学们能够理解 因为这部分既然改写了 这一点还很重要 非常容易出选择题 这部分的分水岭一定要明白 而且我们的考试很喜欢考这个等于号 他就问这个等于号取在哪 正好等于27米的住宅 那比如说它4层 那么正好我就说是4层的 这部分的例子是我随便举的 但它正好就等于27米 那它是什么 那它还是个多层住宅 因为它不止一层 然后它不大于27米就行了 它就属于多层住宅 那么正好呢 我就24米 我有一个三层的博物馆 它也不止一层吧 正好24米 那也是不大于24米 那它就是多层弓箭 但是无论它多少米 如果它就一层 哪怕它大于24米 当然包含小鱼的 当然包含小鱼的 那它就是单层弓箭 同学们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 别看这么一段话 还是希望同学们能够理解这样的一个含义 否则有的同学说 大鱼和不大鱼都给你说了 那不是所有的都是单层和多层吗 不是这个意思 我给同学们解说了 单层不管多高 它都是单层 只有不止一层的住宅 才以27米为分水嶺 不止一层的弓箭 才以24米为分水嶺 因为第一次接触这个 所以我格外讲的详细一点 下面第二个 高层民用建筑 建筑高度大于27米的 对了 也就是说不大于27米的住宅 不是多层吗 但是我现在大于的呢 这部分大于27米的住宅 还有大于24米 且不大于100米的非单层公共建筑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叫个高层公建 大于27米的就叫高层住宅 大于24米 但是没有超过100米的 就叫个高层公建 那么为什么还有个100米的上限呢 那就是因为建筑高度 如果大于100米的话 这部分的名建 叫超高层建筑 这一句话和19版是一样的 就这一句话是一样的 前面都有的比较大的分别 尤其是把公建 它和住宅揉在一块儿讲 以前是住宅 和住宅以外的公建 我们的老教材是分为两段讲的 现在他把它揉在一段当中 要求同学们记住好 这两个分水嶺就行 住宅是以27米为分水嶺 还有我们这部分的公建 是以24米为分水嶺 这个理解就行 尤其是这里写了一个非单层啊 因为如果是单层公共建筑的话 它就是叫单层建筑 理解这样的一个道理呢 就可以 这部分不大于24米的这部分的公建呢 当然也包含单层 也包含呢 他也没有说 那么只有不是单层的 两层级以上的不大于24米 他才叫多层公建 那么给同学们看看这样的一个讲义 或者一些感情的认识 很多地方的地标性建筑 上海中心632米 天津117大楼600米 深圳平安大楼590米 广州东塔530米 早就超过100米了 是吧 这部分呢都属于超高层建筑的典型代表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呢 2018年我们二建建筑15这道单选 还能用 按照民用建筑分类的标准 属于超高层建筑的 超高层要超过多少米啊 100米以上的 注意啊 正好等于100米 它分的很细了 那它还叫一个高层建筑 只有大于100米的才是超高层 在这里哪个大于100米呢 只有低选项 所以我们答案呢选的是D 没有问题 好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教材上汉字3 民用建筑的构造 我们看阿拉伯数字3点 民用建筑主要的构造要求 这部分呢 就已经出现跳号的问题了 我在前沿部分就跟同学们说 我的进讲班没有要求说 一定要汉字1 2 3的这么讲下来 我们中间跳过去的 就代表我们不推荐了啊 所以我这里推荐的是第三条 民用建筑主要构造要求的双库1 对于实行建筑高度控制区内的建筑 它的建筑高度的描述 在我们20版的教材当中也做了一个变化 它新增了其中的这么一句话 叫建筑高度以绝对海拔高度来控制 算的是建筑的室外地面 到建筑构建筑的最高点的高度 实际上这个起点和终点啊 没有变化 考点没有实施性的变化 只不过呢 它把描述教材的原文讲得更加完整了 以前进讲班讲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们很多学员对于标高和高层的概念 就本身有混淆 也就是说很多同学去算我们这部分的建筑高度时 它有的时候许晗从这个标高的零点 从起点开始算 诞生的错了 因为我们要从室外地面开始算 算到顶点 换言之实际上是我们整个建筑的最高点 到我们室外地面它二者之间的高差 把它算成建筑高度 因为我们的室外地面它不一定是标高起点 对不对 你看我这一部分的示意图 你这个零点它就不是室外地面的标高 就这么一个道理 那么室外地面 你看这个零点在它上面 那室外标高它实际上 这个室外地面的标高是负值的 那么如果到考试的话 就给我我们这样的一个印象 它把最高点的标高给我们 然后把室外地面的这个标高给我们 二者作差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建筑高度的算法 因此作差的时候 室外地面往往是负值 那也没问题 负高要带进去捡 那么就得负负得正实际上是一个价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千万不能说 我看到最高点的标高 最高点的标高是几 建筑高度就是几 因为你这个标高是相对于标高起点去算的 它不是它真正的建筑高度 每次讲到这我们都喜欢这样的去解释 因为标高是相对于它的标高起点去算的 而高层就不是 我们这部分建筑高度主要讲解对应的高层的概念 也就是说它是相对于海平面的位置 因此为了防止奇异 20版的这套财编委在这里加了一句话 就叫以绝对海拔高度来控制 实际上也就是相对海平面的位置 这部分是一个高层的概念 然后呢 还要算我们的这个建筑高度 但实际上同学们是不是理解绝对海拔高度 对于我们的考试没有影响 因此我这里讲解是为了帮助同学们更深的了解它 如果有同学说我不是特别体会做坝 你只要知道从哪到哪是我们的建筑高度就行 这里的绝对海拔高度实际上指的就是到海平面 这个是选一个公共的基准面算的高层的概念 这样的话去控制我们的建筑高度 是这么一个意义 它不是用相对比较高 那么这个时候同学们能够理解这些话的原理之后呢 我们要说一句 你要看好的定义 是实行建筑高度控制区内的建筑是这么算的 为什么呢 什么叫建筑高度控制区呢 我们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有的军事管控区 它有军事机密也不得泄密 是吧 不能让你站的太高能看得到底下 包括呢 有的机场附近 不能影响我们飞机起降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性 不能造成飞机起降的安全隐患 包括呢 还在一些著名的名声古迹的附近 比如说天安门广场附近 你比如说呢 河南开封市有个龙亭 也是古黄都啊 是吧 这部分旁边就不建高楼 为什么呢 有高楼的话有碍观瞻 你飞机上有这个高楼呢 很可能影响起降 一个道理 所以这就叫个建筑高度控制区 那么它的高度给我从地面一直算到哪 你这个屋顶哪最高给我算到哪 这就算到叫个建筑构构构的最高点 你这上面竖个广告牌 广告牌比你屋顶屋面高 那你就算到广告牌的顶 总而言之算到最高顶点 这个同学们能够理解终点在哪 就满足我们考核要求 下面双括二 有实行建筑高度的控制区 也有非实行建筑高度的控制区 对吧 没有实行建筑高度的控制 那么这个时候这部分的建筑 它又怎么做 非实行建筑高度控制区 也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讲的那些特殊地区以外的建筑 它就不用算到最高点 它怎么算呢 它的建筑高度如果是平不定 那就算建筑主出入口 也就是说按照建筑主入口场地 室外设计地面 实际上也是从室外地面开始算起 起点是一样的 给我算到女儿墙顶点的高度 好起点和中点给我记住 选择题就靠这些点 但是在这句话的后面 20年的最新版教材加了一句话 这个加的好完整了 难道我们所有的建筑都有女儿墙吗 我记得尤其早时候 13年14年的时候 还有很多学员问什么是女儿墙 那会我的讲义当中 还把女儿墙解释一下 现在问的越来越少了 因为我们这部分飞砖学员 现在也比较少了 都知道是什么 但是不是每个屋顶都有女儿墙 那么没有女儿墙的建筑 怎么办 算到屋面严口 这是20版最新教材新增的一句话 这话对 没有女儿墙 就算到严口就行了 因此我们这部分考单选题 就是算到哪 那么坡屋顶按照建筑物的室外地面 好起点是一样的 算到哪 算到屋檐和屋极的平均高度 以前有学员问我 什么是屋檐和屋极的平均高度 我们一起来看就明白了 我们来看看相应的这部分的实义图 这部分呢 我这个图 建筑高度计算 这就是一个平屋顶 很明显是个平屋顶 那么它就从室外的地面 这就是室外地面 从室外地面开始算 算到哪呢 有女儿墙的话 算到这个女儿墙的顶点吧 对吧 没有女儿墙呢 算到严口的这个位置就行 这是平屋顶的计算 非建筑高度空之区 它不是按照算到最高点是吧 它是算到女儿墙的顶点就行了 这是非建筑高度空之区 平屋顶建筑高度的这部分计算 那么如果坡屋顶呢 那这部分呢 是坡屋顶 那么它算到哪呢 起点是一样的 一样是从室外地面开始算 算到我们屋檐和屋极呢 这是屋檐这是屋极的平均高度 它是什么意思 实际上也就是屋檐和屋极这个中微线的位置 算到这儿 这就是我们的建筑高度 起点是一样的 一直算到屋檐和屋极之间的中微线 那么这部分呢 我们把这个公式也写下来了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从地面算到严口这个位置 它的高度是h1的话 然后我们的屋檐和屋极之间的高差是h2的话 那么就加上这个高差的一半就行了 就算到它中微线的位置呗 就加上这一半的这部分的位置 我们算出来的 加上底下的这个h1 就算到严口的这个位置 和我们室外地面这部分的高差 加一块 对吧 室外地面算到严口 再加我们屋檐和屋极高度的一半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把我们的建筑高度给它算出来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做一道 2010年 我们二建建筑事物得到真体单选的计算 到现在还能用 某实行建筑高度控制序的房屋 室外地面标高 果不其然人家是-0.3 屋面面层标高告诉你18米 女儿墙顶点它也有19.1米 突出屋面的水箱间顶面 是这个建筑的最高点 它的标高是21.3米 问你这个房屋的建筑高度是多少 你想 它在哪个地区里 是建筑高度的控制区 那么既然是建筑高度控制的地方 所以是要从室外的地面一直算哪 算到我们屋顶的最高点 才是它的建筑高度 哪是最高点 我们知道了 就是这个水箱 所以它给我们的整个屋面面层标高和 刘耀强顶点的标高都是干扰箱 故意多给我们的数字 没有用呢 我们建筑 包括整个建筑师考试是这样 考计算题的时候 它会故意给你多一点数字 包括考案例 算造价 它多给你一些数字 就是目的干扰你看到你公式有没有把握准 它和我们很多地方的高考数学不一样 我们高考数学就是说 每个数字都要用到 至少上海高考是这样 你要有数字没有用到 有条件没有用到 那一定是你漏讨论漏考虑了什么 那就题目有问题 你自己做错了 那么我们的这一个建筑师考试不是 它会故意的多给你一些数字 那么故意多给数字你就不用 那么我们这个最高点是21.3 那么是不是我们的这一个建筑高度就是21.3 就看标高吗 不是 它是以绝对海拔控制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实际上是和室外地面的高差 也就是说它是这二者 最高点和室外地面的二者标高之差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部分的室外地面呢 它不是我们标高起点 它是-0.3是吧 那你就去减嘛 我们这部分的顶点最高点的标高呢 是21.3 那你就拿21.3 减去我们室外地面的标高-0.3 符号一定要带啊 因为标高这部分呢 是代表它一定的位置性 这符号是有意义的 符号一定要带你去 这样的负负得正就等于21.3加0.3 所以算出来就是21.6 因此我们选择的是D选项 同学们能够了解这样的原理就可以 解写我们就不用再读了啊 下面第六个 这部分呢 实际上啊 来自于我们教材的一定改写 因为和我们20版的教材在这里面加了一条 我在新教材解读班就说过 加了这一条啊 对考试无益 科考性比较差 咱就不看了 不用看 我们往下看呢 它后面序号就变了 就是双括26 但双括26这段啊 我们的老教材实际上有 它并不是完全新增的 室内的进高怎么算 一定要注意 是按楼地面的完成面 也就是说你这个地面啊 它不是原来的底板 你很可能呢铺了地砖 或者加了木地板 那么好 你加了地板 你加了木地板 按称括面 也就是说 从你楼地面的完成面开始算 一直就是站在你这个木地板 从木地板的表面开始往上算 这叫完成面 称括面嘛 然后这部分呢 至什么呢 至吊顶楼板或两底面之间的垂直距离 这里我要强调一遍啊 如果把底板作为混凝土作业的活 那你的称括面就是原地板表高 算进高的时候呢 不是算原来的地板表高 一定要明白 它是按照我木地板的称括面啊 你不要理解错误 是按照我们整个楼地面的完成面开始算 意思算掉 如果有吊顶 算到吊顶下面 如果楼板算到板下 如果有梁 算到梁下面 这部分的垂直积累 这才是进高的含义 什么叫进高 是我们整个室内空间 人可以行走正常使用的 我们高度范围内的空间 那怪不得会让我们按照楼地面的完成面去做 因为我们人进入室内 你踏在你这个木地板上 你人只能站在木地板上面 木地板下面的空间你用不了啊 所以起点当然是楼地面的完成面 算到吊顶下面 梁下面 或者是我们这个板下面 目的是如果有吊顶实际上是把顶板的空间 又往下延伸的 那么在吊顶和我们的顶板之间的空间 你人是用不了的 里面可能是设备 可能是风管 所以我们这部分同学们理解 吊顶你用不了 进高就不能算 你只能算到吊顶下面 是你人活动的空间 他要求这个进高不能太小 不能影响人类活动 不能有压抑感 实际上是这么个道理 是吧 那么特别还加了这么一句话 当楼盖屋盖的下旋构建或管道的底面 有可能有管道的 它可能影响有效使用空间者 也包括这些空间里面 还有一些消防的管道 对吧 它的底面影响了空间 那么你的进高就只能按照 起点是一样的 楼地面的完成面 一直给我算到下旋构建的下缘 或者是管道的底面之间的垂直纪律 这才是进高 因为管道挡着空间会碰头的 管道上面你人用不了了 所以你只能算到管道的底面 那才是进高要求的重点 因此算进高的这个定义 目的是告诉你它的一个高度的限制 地下室也好 局部加成也好 走道也好 有人员正常活动的最低处的进高 都不应该小于多少 两米 防止碰头 进高的含义你知道了 也知道它的限制 是不能小于两米 要让人类的正常知识 要让你能行走 这部分我给同学们看一个示意图 有这样的一个了解 你看我们这部分要讲的 进高的值 实际上我们的底板 它的上表面在这个位置 但是我们进高不能从机构层算 它是从你看它有地面装饰层 对吧 要从地面完成面 开始作为起点往上算 才是我们进高的起点 是吧 它从地面装饰层的上表面开始算 然后算到我们顶板的下面 包括你上面有顶棚 有吊顶的话 就是我们顶棚装饰层的下表面 因为你这个顶棚上面 你人用不了嘛 所以我们这才是进高的一个范围 这部分呢和我们层高 它的这部分的定义就不一样了 同学们明显看到 这个层高设计值 它的起点 就是从底板的上表面开始算的 一直算到什么呢 一直算到我们上一层的底板 也就是我们这一层顶板 它的上表面 这是我们算的层高 所以在层高的这部分的计算层当中 它的终点 它的上一层 它是不算地面装饰层的 下一层 从我们下一层的整个底板的上表面开始算 它当然等于是把我们的整个地面装饰层 包含在里面的是吧 在这个层高里面 但是算到终点时 它只算到上一层底板 也就是我们这一层顶板的上表面 并不计算上一层的地面装饰层 这话是对的 因为装饰层它不属于层高 对吧 这一层的高度 那是你自己加的装饰层 所以它只算到结构层 理解这个原理就有区别 虽然我们的教材原文 没说层高 但我觉得这种对比呢 会更加清晰一点 接下来双括八 这部分呢 也把这段话我加进来 建筑高度大于100米的民用建筑 应设置避难层或避难间 也就是说比较高的民用建筑 一旦着起火来 它的舒散难度比较大 所以它要让来不及跑的人 在避难间等待救援 那么就特别高 那高的跑不下来嘛 那底下的火一旦烧上来 烧上来 那上面的人就跑不下来了 所以它多高呢 大于100米 正好和本讲当中 超过100米的什么概念呢 结合在一起 超高层建筑 对吧 所以它就要 应该设置这个强制性程度 还是很高的 设置我们避难层 那么我们给同学们看到这个示意图 也清晰的画了这样的一个 我们这样的一个图级当中的原图 这里建筑高度 这里的建筑高度大于100米 所以这个建筑高度 超过100米的这部分建筑 就是应该设置 这就是避难层 应该设置避难层或避难间 对吧 因为我们这里不是考消防嘛 实际上对于避难层之间的建格还有要求 我们就不一个的去说了 和我们建筑师傅考试没有关系 我们就不拓展 超过100米的 这部分的民用建筑 就应该去设置相应的避难层 而有人员正常活动的架空层 和我们刚刚讲的避难层 它的近高也一样 不应小于多少 不应小于两米 至少是两米 它一个近高 为什么 人要在这里躲着避难 它要有人员正常活动 你不能挡头 所以要求同学们 这两个数字重复的 这就好记了 那么我们也能看看避难层的空间里面 写的很清楚 这是避难层 你很明显看出来 我们这个近高是在两米以上 它要让人员正常能够避难 要能够留存人员 它不能低于两米 下面还有这个人员活动的架空层 这就有明显有健身器材 有这部分的居民在这里休憩 对吧 在这里断链 包括六娃 挡在这里能够挡风之雨 所以我们这里有人员活动 我们有很多现在的 这部分商业住宅 包括我们商品房 我们有很多小区里面 美化环境 它都有这样的加工层的设计 方便这部分的居民活动 既然有人员活动就不能挡头 所以加工层不能低了 它的高度也至少是两米以上 理解了这个原理就可以 下面双括11 灵红高度在24米以下时 栏杆高度不应低于1.05米 老教材就有这句话 灵红高度还不是那么高 所以它的栏杆低一点问题还不大 但也不能太低 人手要能扶得住房子掉下去 不应低于1.05米 好选择 但是一旦灵红高度大了 在24米以上 那特别高 那么掉下去就更危险 所以栏杆要更高一点 才能扶得住 避免危险的发生 所以高度高一点 不应低于1米1 下面一句话 是我们20版最新教材新增的 如果是上人的屋面 交通 商业 旅馆 学校 医院等建筑的 零开场中庭的栏杆 这部分就怕人掉下去 可能会有摔死摔伤的事故 那屋面就比较高 而且还上人 就怕人下去 掉下去 所以就有一个更高的栏杆的要求 不应低于1米2 你看1.05 1米1 1米2 低增的关系 尤其是新增这句话 还是能考选择题的 这部分我们在教材解读班的时候就说过 这些数字虽然称不上是考试的热点 考的很少 但它考过 一件和二件都考过 我们建筑实物这部分的数字真要记 我们有学而那面寿的时候问我 郭老师 不说 不出数字题吗 从来没有承诺过 我们的建造师实物考试不出数字题 只是出的少 每年总归也有那么两道左右 选择题 那么这部分也是考选择题 不会考案例 但数字你要记住它 就是怕人掉下去 这个开场空间 你的警铃的开场空间 它就怕人掉下去 所以栏杆要高一点 而住宅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 及少年儿童专用活动场所的栏杆 必须采用防止攀登的构造 那么当采用垂直杆件做栏杆的时候 它的杆件的近距不应大于0.1米 那么这部分 因为小孩小 他贪玩 他就容易往上爬 一爬就容易掉下去 所以要防止攀登 同时 这部分的垂直杆件 我们说的立杆的位置 是吧 之间的感情近距要小一点 也就是说 不应大于还是大于等于 这里你要出现错语 我们这部分 如果是大于等于的话 就是一个典型的错误 我们考度选题 不应大于 他要说一个不应小于 他把这个顺序写掉 也是错的 一定要注意垂直感见 是要小一点的间距好 因为如果他大的话 只要人的脑袋能钻过去 人一侧身子 整个肩膀就能过去 人就容易掉下去 所以我们为了让人的脑袋 为了防止脑袋能转过去 不要让脑袋过去 人就过不去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让他进去更小一点 防止呢 孩童低落 是吧 否则他脑袋一进去以后 他肩膀一侧他就转过去了 因此我们希望他的间距 是越小越好 还越大越好 越小越好 所以叫不应大于 因此我们刚刚标号在这里 如果同学们看 我出了一道选择题写不应小于 或者写一个大于等于号 那就错了 我们更正应该要小于等于 注意到改错题的话 同学们要会 那么我们从这个图上呢 也能看出来啊 我们也讲了啊 这就是我们栏杆的高度 零空高度24米以下的时候呢 1.05米 24米即以上的时候呢 这部分的栏杆的高度呢 就到1米1了 一定要注意等于号取在哪啊 即以上啊 正好24米的话 栏杆都要多少 我们的考试选择题 特别喜欢考零接点 就考这个等于号 栏杆的高度正好24米 零空高度的正好24米的话 栏杆高度要1米1以上 而这部分呢 就是我们垂直感键 这部分的近距 这部分的近距啊 垂直感键和垂直感键的 这部分的近距 是要小于等于0.1米 这才是对的 同学们能够理解这个考点就可以了 下面双方12 楼梯每个梯段的踏步 不应超过18级 且不应少于3级 那么这部分呢 对于每个梯段呢 这部分的踏步数不能过多 同时又不能太少 这是为啥呢 这部分要求同学们一定要明白啊 整个我们梯段 它的一个踏步太多的话 人走的累 就这么一个梯段 超过了18级 按照成人的正常的生理技能来讲 走的就累了 所以他到18级的位置 一定要有个过渡平台 缓冲的地带 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休息平台 他人呢转个弯 能站了一下 这部分能休息一下 缓和一下以后呢 再往上走 避免呢 连着爬了这部分的踏步太多 就很容易累 但是这部分的规定呢 在我们民用建筑当中 有这样的一个适用的规则 很多条件下不受这个限制 你比如说去南京的中山林 为了缅怀先烈 方知革命辛苦 你要知道革命啊 带来的成果啊 来之不易啊 所以呢 他的台阶特别高 特别陡还特别多 那包括呢 在佛教圣地九华山 他也是一个佛教信徒 有个虔诚的心理去理佛 他的这个台阶也很高 也很多 那么有这样的一个虔诚理佛的一个过程 所以他的用途是不一样的 那跟我们这部分的设计规则有冲突 不要让它影响你的考试 要记住同学们这个原理就行 同时有同学说 那就要少一点 让我们走得轻松一点 你也不能太少 最少三级 比三级再少就没有意义了 你还不如设置一个坡道 因为我们这部分的踏步太少 在视觉上容易有误差 看不出来这里有踏步 看不出来这里有楼梯 很容易一脚踏空 容易跌落摔伤 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有不少于三级 因此我们这部分同学 要能一个的看清楚 他是一个正常的行走习惯上来说 少于三级 看不见容易有危险 18级太多了以后要休息一下 所以我们这一些教材的原文 实际上都有相应的原理 同时我们这段话当中 楼梯平台的上步以下步过道 这部分还有静高的要求 看好啊 实际上楼梯这是平台 这是我们的平台 上步和下步 它这部分过道处的这个静高 至少要是多少呢 不应小于两米 也就是说这部分 至少要两米以上的高度 目的是我站在休息平台上 直起腰来 要能够休息 又碰到这个熟悉的两米 碰到第三次了 所以说明两米是人类正常实现的一个 正常活动的一个高度限制 对吧 这没问题吧 但是人一旦踩在这个踏步上 一踩踏步 人是不是就高出来一截子 最高出来的这一截子 这个高度的限制 就要更放宽更高一点 所以这部分呢 就是我们梯段的静高 人一旦踩在这个踏步上 人又往上涨了那么一截子 所以要求这个梯段之间的静高 至少要两米二以上 不应小于两米二 是不是比两米还要大一点 因为你站在踏步上 要求同学们明白 这个是在我们梯段的静高 两米二以上的这样一个限制 下面 室内扶手的高度 自踏步前缘线两起 不宜小于0.9米 有同学说什么意思 什么叫踏步前缘 这是踏步 这就是踏步前缘 从前缘开始算 一直算到我们这部分扶手 高度不能太低 反正扶手是让人扶着往下走的 保证安全的 让人扶着支撑点 你要太低扶不到 设置就没有意义 所以它不宜小于0.9米 这个数据要记住 不能太低 一定要在0.9米以上 那么楼梯的水平栏杆 这部分是我们20年改的一个地方 这部分的水平栏杆 也就是水平栏杆 或栏板的长度 如果长的话 也就是超过了0.5米 对吧 这部分大于半米的话 水平栏杆长于半米的话 它的高度就要更高一点 它的高度就要在1.05米以上 就要更高才能扶得住 它这部分呢 要求同学们能够理解 等于你人踩的这个踏步上 从踏步前缘开始算起 这么高度不小于0.9 然后等到我们在整个水平栏杆超过的时候 它很长 在一段时间里 你扶着这部分的这个长度比较长的时候 高度要更高才能扶得住 所以在1.05米之上 同学们能够理解这样一个原理就可以了 好 我们一起来做到2015年 我们二建建筑收入这套整体 关于民用建筑构造 要求的说法 错误的是 A选项 阳台外廊 室内回廊 设置防护 肯定对 这种套话肯定对 设置回廊就是怕人掉下去 那么这部分设置防护就是怕人从回廊这部分的掉下去 人手能扶得住 B 儿童专用活动场的栏杆 它的垂直赶进 之间的禁锯 不应大于0.1米 那么这部分呢 这就对了 数据你记得住 当然对的 解释过了 我不再重复 C选项 室内楼梯扶手高度 自踏步前缘线量起来 不应大于0.8米 问题就出现了 这一题就问错误的是 你这个楼梯从踏步前缘线量起来 不应大于 不应大于就要小于等于0.8了 那你越低不越扶不住吗 再加上0.8这个数字也是错的 应该是不应小于 应该大于等于多少 0.9米才对 所以C就错了 答案就是C 而D 有人员正常活动的架空层的近高 不应低于2米 这话是对的吧 这边我们金讲班也讲的是教材原文 对吧 20年的教材还是延续下来 所以这一题我们答案选的就是C 通过这一题也让同学们有一个了解 啥意思呢 至少同学们要充分把握的是 他考数字题 你要不背 不听讲 这部分的知识点你拿不住 分数没有 你这部分就没办法掌握 所以你现场没办法推论呢 这些数字你的平时就得记 一遍记不住两遍重复 你的印象才能深刻 当然我们也都找得到它的出处 B学乡是正确的 民用建筑设计通责当中 原文的6.7.9 规范当中的强调 B选项当中 我们垂直感见的近距 一定要在0.1米以内 接下来呢 C选项 这部分应该是0.9米以上的高度 来自于我们设计通质的6.7.7 这条 他是答错了 是吧 包括D选项我们6.4.3 这小 也就是架空层至少要2米以上 我这里总结了 啊 进高2米 确实我们已经学过三次了是吧 架空层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对吧 我们这部分的室内的晶高也是2米 架空层和我们的避难层放在一起 都是至少2米 还有我们室内的晶高也是2米以上 对吧 包括我们这部分的 休息平台的高度也是2米以上 经常出现 目的就是保证人流的正常通行 规范通常要求的这个最低晶空 包括平台的晶高也是不应小于2米 你这个2米重复的数字 你多去记 印象你就深刻了 好 本讲的内容呢 主要是进行我们第一大章第一节 第一幕第一条的学习 第二条呢 我在金讲班不做推荐 而第三条下面一讲 将从我们的建筑设计的防震设计 这部分的指点 开始我们的推荐 好 本讲内容到此结束 继续来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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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